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您回到10月3号的国语晚间新闻 继续来关注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首先来关注近日发生在中国湖北省境内的客车事故 当地时间3号 湖北星山县宣传部门对外表示 11 湖北星山客车坠河事故车辆已经于3号中午12时至13时成功打牢出水 10月1号 一辆荆州旅游客车在看望神农架途中 于湖北星山县坠入湘西河 致16人死亡 19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 当地在全力组织搜救工作的同时 着手准备对车体实施打牢 勘察人员于2号下午探明客车位置在水下20米处 由于下雨 沉没客车距离路面太远 打牢工作没有马上实施 3号上午7时 打牢人员对车辆进行了固定 相关部门也调集了大型蹦船和吊车实施打牢 当日中午12时至13时之间 事故车辆被成功打牢出水 据介绍 事故车辆被打牢出水时 车顶已经完全脱落 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详细调查 再来关注强热带风暴尼阁的消息 当地时间3号 强热带风暴尼阁中心来到位于中国海南三亚 东偏南方约510公里的南海中部 预计将于4号中午到晚上 在南海沿海登陆 或从三亚南部近海穿过 强度将维持或略有增加强 今年第19号强热带风暴尼阁的中心 10月3号5时 位于海南省三亚市东偏南方向 约510公里的南海中部海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1级 中心最低气压为980百帕 预计尼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 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 逐渐向海南岛东南部沿海靠近 并将于4号中午到晚上 在海南三亚到万宁一带沿海登陆 或从三亚南部近海穿过 强度将维持或略有加强 受尼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 3号到6号江南东部和西南部 华南大部海南台湾等地有中道大雨 其中雷州半岛海南台湾东部等地有暴雨 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3号到4号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局部地区将出现 寒露峰天气 再来关注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的消息 当地时间3号载轨进行平台 有效载荷测试的天宫一号 启动了目标飞行器上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系统 据介绍 航天员在太空生存 必须依靠航天器提供适宜的氧气 湿度 温度和气压 尽管历次神舟任务已经积累了成熟经验 但天宫一号任务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 很多新产品要长期耐受振动冲击 真空低压 湿重等特殊环境考验 目前天宫一号中维持氧气 二氧化碳 湿度 温度 气压等指标的系统 正以无人方式运行 此次飞行任务对舱内微生物指标和可吸入颗粒物指标 提出了严苛要求 天宫一号首次搭载的微生物净化装置 将来可为航天员打造高度洁净的生活环境 我们再来看 日前中国航天专家在南非举行的国际宇航联合会大会上 荣获了国际航天领域的两项大奖 当地时间二号晚上 国际宇航科学院在开普登国际会议中心 向中国航天专家刘继元颁发了冯卡门奖 表彰他长期以来为中国航天事业所做出的成就 以及在推动国际间航天领域焦虑与合作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据了解冯卡门奖设立于1982年 是国际宇航科学院的最高奖项 每年颁发一次 以表彰在航天科学领域取得杰出终身成就的个人 此次刘继元获奖是中国航天人首次获此殊荣 同时乌克兰南方设计局授予中国航天科学家 王李恒等12人杨戈尔100周年奖章 以表彰他们在航天火箭发展和国际空间探索合作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该奖为纪念乌克兰杰出航天火箭技术专家杨戈尔诞辰100周年而设立 日前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中山在上海表示 当前中国已发展到进口与出口并重的新阶段 必须充分认识到加强进口工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要像重视出口一样重视进口 中山指出中国加入数码组织以来 进口管理的法律法规日趋完善 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进口保持快速增长 但进口仍存在贸易体制和政策不尽完善 贸易变类化水平不高等问题 统计显示2002年至2010年间 中国进口规模增长3.7倍 在全球位次由第六位上升至第二位 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进口贸易大国 也成为欧美日等主要贸易大国的重要出口市场 中山表示 中国政府 商协会等中介组织和企业应形成合力 共同推动扩大进口 继续关注中国国内的消息 近期有中国环保部专家表示 中国空气质量的评价标准不完整 缺乏对挥霾天气的评估 针对这一问题 中国环保部官员近日表示 中国将对大气 水 土壤 噪声等环境质量标准 进行重新评估和修订 具体到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 中国环保部污染控制司司长赵华林表示 首先应从制造挥霾天气的PM2.5入手 PM2.5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 也称为可入费颗粒物 对空气质量和能见度等有重要的影响 与较粗的大气颗粒物相比 PM2.5静小 富含大量的有毒 有害物质 且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长 输送距离远 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 截至2010年底 除美国和欧盟一些国家外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还未展开对PM2.5的监测 据悉 中国环保部最近要求 环保模范城市率先开展对挥霾数据的监测 再来看一条有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消息 根据近期对中国楼市的统计 9月份以来 中国国内多个城市楼市成交量 持续处于低位 与此同时 房企的存货量 已经达到4年来的最高水平 除此之外 随着流动性的不断收紧 房企资金链更是日益的紧张 在成交低 存货增 资金少的三重压力之下 未来楼市的走向引人关注 据悉 自年初 中国房地产调控进一步加厉以来 重点城市的楼市成交量就开始走下坡路 在9月传统的楼市销售旺季开始前 地产销售已经在多个城市遇冷 即便进入了金九银时 销量下跌的趋势依旧没有改变 成交量的回落直接导致了开发商库存的增加 根据不久前陆续公布的上市房地产公司半年报 上市房企的存货量已经达到了4年来的最高水平 除了销量的大幅回落和库存的持续增加之外 悬在开发企业头上的另一把利件资金链 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中国房企负债累累的同时 银行贷款却在不断缩紧 对于大部分房企来说 资金问题愈加严重 有中国房地产业内人士预计 在开发商普遍负债增加 供应量增大 购买力不足的局面下 必然更期望采取以价换量的销售模式 房价下跌的步伐有望加快 价格拐点有望加速确立 转看台湾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3号凌晨 一艘巴南马货轮在台湾基隆港附近搁浅 至少4人死亡 6人失踪 货轮搁浅后断程两劫 当局出动直升机救出伤者搜索失踪船员 但海面风浪大搜索困难 由于船身漏油 污染约5公里的海岸 当局出动有关部门清理 事发于3号凌晨12点多 这艘货轮从基隆港出发后不久 在附近的外海搁浅 船上共有21名台湾缅甸和印尼船员 11人获救 最少4人死亡 其中2名是台湾人 中港台新闻过后 我们稍时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还有体育和天气方面的消息 别走开 一起来看高尔夫球方面 根据今天所公布的最新高尔夫球排名 前秋王老虎伍兹已经跌至第51位 这也是他15年来首次见到的惨状 自2009年澳洲名人赛之后 迄今已经两年没有拿到冠军的舞姿 由于伤病的困扰缺席了很多比赛 而且在成绩上也没有明显的表现 在2010年结束时 他还凭着雄厚的资本盘踞世界第二位 但是今年就开始直线下滑 再来看足球方面 一甲第六轮开始了最后一场焦点战 尤文图斯在主场迎战AC米兰队 结果尤文图斯也2比0力错对手 并且借着入球多的优势 排名积分榜榜首 AC米兰队则五战紧急5分 为11个赛季以来最差成绩 尤文图斯队直到比赛的第87分钟 才打破僵局 马尔基西奥与伍奇尼西和比达尔 连续二国一配合之后 面对阿比亚地起脚射门 为尤文图斯打破场上僵局 AC米兰队随后再遭打击 第89分钟 裁判在吹响哨声后 胡阿腾用手接球时 不慎打到吉耶里尼的头部 吉耶里尼随后扎上绷带返回场内 古时的第三分钟 马尔基西奥零空抽射 阿比达尔爆球却从当下楼过 这一进球也为尤文图斯 将比分锁定在2比0 最后来看MLB方面 底特律老虎队和纽约洋鸡队 首轮系列赛的第二战 麦克斯赦斯虽然在比赛中 出现了5-4-4-4球的情况 但他仅仅被击出两只安打 并没有10分 米开尔·盖布拉尔则贡献三分打点 他们帮助老虎队 以5比3打下这场比赛 目前两队在系列赛的总成绩 占回1比1平手 听音消息过后 来关注一下 多伦多现在户外的天气状况 现在户外是阴天 局部地区有雨 那么预计降水概率是60% 温度方面有12摄氏度 吹迷小时15公里的北风 了解一下未来5天的天局测 一起去看本国各大城市 明天的天气状况 天气过后到了今天的气温时间 澳大利亚黄金海岸 日前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 比基尼游行 一起去看一看 这次比基尼大游行的起点 是当地的一家商场 出发以后 所有参加游行的人 需要沿着一个被誉为 是冲浪者天堂的海滩行走 行走的距离需要达到1.6千米 参与者年龄为15岁到65岁不等 每一位参赛者需要支付25澳元 约合25加元的报名费 组织者将所得捐献 给冲浪者天堂海上救援聚德部 来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评判 亲自到场计算参加 这次比基尼游行的人数 并且当场向所有人 再一次确认了世界纪录确实被打破 此前的纪录由大开曼岛 于2010年6月创造并且保持 参与人数是331人 看完了比基尼大游行之后 我们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 在这里告一段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